华丽的强症造成了严重的灾情 其中天王星大楼倒塌 不幸身亡的康老师 他的学生下午来到了殡仪馆 他说呢 看到新闻当下 他真的很希望这个人不是他 而至于同样心碎的 还有在和人矿区 罹难工人的太太 他说当天 他的先生在凌晨3点4点就起来了 他只有看到他出门的背影而已 没有想到下次再听到先生的消息 已经是天人永隔 7点2花莲强症 让许多家庭心碎 而罹难者当中 有一名是和人矿区的理性工人 他的遗体4号下午由直升机 运送至花莲殡仪馆 理性工人的太太跟儿子悲痛表示 先前曾劝过他 别再做这么危险的工作 希望他可以早日退休 他就舍不得工作 所以我们做到70岁就要 硬要做 他三四点就起来了 只看到他出门的背影而已 是的 谢谢 请大家注意安全 即使承受失去至心之痛 还是不忘提醒在场的大家 注意安全令人心疼 而同样在花莲市秘遗馆 花莲高农的学生们 以来见康老师最后一面 德志老师因为地震在天王星大楼 不幸身亡 学生们第一时间也不敢相信 当下我们大家都蛮错愕的 就希望不要是他 就蛮 我们大家都蛮伤心的 对 这也不能改变 康老师在花莲高农 担任代理辅导老师 学生们回忆 平时跟他们的相处模式 就像是朋友一样 突然收到噩耗也难以相信 另外康老师的父亲 同一天稍早 也在检井的陪同之下抵达殡仪馆 神情哀戚令人不舍 华市新闻综合报道